YO!我是Ava 圣诞节快要到了 在这个节日你会做什么? 是准备交换礼物呢? 还是去耶诞城逛逛呢? 或是出国旅游呢? 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把真心话说出来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礼物 但在秀出我的礼物之前 这边要提醒 圣诞节出国游玩时 使用公共WiFi的话 Surfshark VPN 可以加密我们的 网络保护个资 而且还能解锁区域限制 观看他国限定Netflix影集 但是专制被恶意软件感染吗? 取得Surfshark Antifirus 可及时阻止恶意软体跟病毒? 那么如何下载呢? 只要在下方 之所以点击专属连结 输入优惠代码Ava Love 即可享有圣诞专属优惠 还多受你5个月免费使用期 30天退款 保证让你放心 试试看 为了呈现我真心话 已经让你们也能使用这个游戏 在开始前 你必须收入你想说的话 这里的告白可以是真心话 也可以是赞美人的话 总之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然后问你是否真的要这样说吗? 不是的话也可以回去修改 觉得没问题 就会到下一个阶段 到了下一个阶段 这里就可以问对方一个想要知道的问题 开篇档的文字 请不要模仿 然后就可以到了下一关 到了下一关呢 我突然就不知道要干嘛了 这部游戏的寓意就是趁着圣诞节 把真心话说出去 因为这个节日是与家人火中药的人团聚的一天 就很适合边吃着火鸡 边说着真心话 为了方便对方知道我的真心话 我决定重新制作 并且只开发在手机上 这样当我输入完真心话之后 就可以把手机丢给对吧 先玩一下小游戏 通关后就能知道我的真心话了 所以游戏设置很简单 因为太困难的话 前面不就白做了吗? 为了用隐秽的方式说出真心话 也为了在对方游玩时 趁机准备什么? 这一关卡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当我尝试把礼物随机生存出来时 很好直接覆盖住了 怎么的点都点不了 非常的可惜 真心话就这样 永远地封城在礼物里面了 经过我的修修改改 现在我们可以输入真心话 也可以玩游戏 当我破坏掉礼物时 上面就会把我的真心话显示出来 就在我以为游戏要制作完成时 好吧,最后一个生得快乐的乐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显示不出来 然后礼物也不会消失了 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 现在终于能在电脑上运行了 这边可以打字 也可以点击礼物 最后呢,玩着的话也会显示出来 但是当我在手机上游玩时 不知道为什么会跳出这个问题 还要让我看一下JavaScript 然后我就往下看了一下 感觉是Web GLS功能上的问题 所以当我又尝试修复bug 并且测试时 对,这个又跑出来了 前前后后应该有急效时呢 最后我发现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 我在手机上点得太快了 当我慢慢点的时候 游戏又能完全的跑通 错过我输入的文字 想必各位已经知道 我的心情有多美好了吧 但是当我把游戏给Max 这位朋友测试时 他说这是bug 然后我就说 哦不,这肯定不是我的bug 是Unity的bug 然而在对方的代理下 嘿,没错,这是我的bug 由于过多的点击 导致某个韩式在执行时 我又再次的调用了 还有这个bug的存在 就是我在判定室这边加了一个判定 游戏终于呢 疯狂点击了 接下来我就去处理美观商的问题了 加了一些音效以及背景音乐 都是符合圣诞节氛围的 也在礼物盘加了数字 这样点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没有点到了 最后呢 当礼物被点爆 就会有这个小小的特效出来 然后几秒钟后又消失了 感觉一切都很顺利 但又觉得少了个什么 由于这款游戏的初衷 就想让对方知道我的心意 但是现在的游戏机制 必须两个人都在 然后使用一台手机 这就导致还是得面对面沟通的问题 那这样我就不敢打出令人害羞的话 也没办法使用GPT 帮我认识一下句子的 所以我决定让游戏变成 当你输入完想说的话之后 我就会发给你一个连结 你只要把连结发给对方 对方就可以直接进入 点礼物的环节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准备一些圣诞礼物了 或是实际一点 直接转520 5200 52000 52000 那对方呢 玩玩游戏 就会看到你的心意 然后如果又收到礼物的话 那不得开心到爆炸 不是我开始搜索 如何把我的想法实现 为了Max 他提电了我一下 说在玩游戏后面加上参数 或是读取参数 就可以实现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 Unity WebGL的HTL 尝试抓取参数 但由于HIO这个网站 他给我的URL是有跨网域的 然后因为安全问题 我无法直接拿到他们的网址 去添加参数 所以这个网页 诞生了 我来了这个网站 卖了这个网域 是不是看起来很专业 但这边要注意的是 虽然这边写着内涵SSL 但它的意思不是说你买了就有 当你去点这个问号 就知道 它说有DV这个网域的 都需要设定HTTPS跟SSL平准 才能在大多数游览器上载入成功 不得觉得外面这个内涵SSL 有点误导消费者了 在购买当时没有点开问号的我 寻求Max帮助 经历了一番波折 终于告号了 结果呢 各种的bug疯狂有出 所以我此时此刻真的很想放弃 连质量库都没全明白的我 就想着买伺服器架设网站 部署静态支援 听到的是你是不是一头雾水 对 当时的我就是这感觉 拼了没动 像几人当初什么都不会而入水的我 而Max牺牲他的假日 操作给我看 并且回答了我搞不明白的地方 这些问题其实很白痴 就是 什么是URL的参数 什么是静态支援之类的 而我感觉这样问有点烦人 我就边问GPT 边看人操作 历滴了磨难与痛苦 也感谢Max的帮助 我的白日梦成真了 游戏出来了 第一个地方呢 他就问我 哎呦我又没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那我就会说 呃 就点它 那就会跳出的东西 然后我就会说 太开心了 因为 因为这个游戏 可以运作了 好 反正就是打一些你觉得很开心的话 然后我们就 之后就随便打 因为我要测试一下 但是千万不要打一些奇奇怪怪的表情 符号 因为我没有把它加在字体里面 嗯 之后加应该也可以 最多就只能输入140个字 超过这140个字呢 就不会出现了 然后呢 我们都打好之后 我们只要点送出 然后他就问你在确认里面 哎呦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说这些话 那我们就说对 对 那如果不要的话 就按修改 然后再点一下那个萤幕 那你又可以继续打 那你要的话 就直接按确认 然后再确认 之后 你就会拿到一个连结 那我们呢 知道你没办法直接 就是复制嘛 所以我给人理一个按钮 那我们就复制它 好 我们就可以分享了 就是直接输入自己 刚刚复制的丸子 就直接按贴上之后 前往 前往之后呢 我们就等 然后就很奇怪 哎呦怎么会出现一个Unity的标志 如果他不知道Unity的话 但是没关系 你就叫他等 加了到里面之后呢 对 他就问你说要不要点击游玩游戏 那么就说 要 你就刚刚讲 对你按开始就好 不要问那么多就按开始 然后我们就按开始 基本上就叫了说 哎呦礼物 然后也有音乐 然后这样干嘛 你就跟他讲 点 有点吵 对 那这样里面呢 就看到这个礼物 你就跟他讲 哦你反正就点那些礼物就好 你看那旁边有写 那个乘语1的 就点它 然后我们就点 点了之后就发现 哦呦他那舒适在晚上掉 哦他又不见了 然后发现 诶上面又有这了 可是他好模糊 看不清楚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在这个阶段 他看不清楚也没有关系 对 我们只要把礼物全部点完 就会看到 我想对你说的话 对 你就可以看到 哎呦可以说的话 然后上面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后面 我随机打 只会是这些 但是没有关系 心意就传达到了 看到这个的各位 记得透过下方link去使用它 你想说的话 告诉那个人 那这是我给各位的 圣诞礼物 圣诞快乐啦 我是Ava 建议订阅按喜欢不喜欢 拜拜